电视剧以家人之名的热播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则信息 家没有固定的形式 但是家人却是感情的终极体现 家是由家人组成的 有了家人的陪伴 家才能变得更温暖 一家人舒舒服服的出行 一辆大空间的SUV必不可少 带着一家人外出交游的时候 探险者的超大空间 不仅可以让每一个座位的乘客 都能够享受座椅的舒适 以及经过智能新风系统进化过的空气 在放倒第二和第三排座椅之后 还可以躺在拥有 King Size大床般空间里 透过1.1平米的全景大天窗 仰望天空的豁然开朗 车大并不意味着就不好开 探险者的转弯半径仅仅只有5.9米 无论你是像现在这样在马路上掉头 还是在拥挤的停车场里停车 都会大大提升它的使用便利性 即便是家中不怎么开车的女主人 也可以非常轻松的驾驶这么大一款车 探险者搭载了一台2.3T的发动机 最大功率276马力 峰值扭矩425牛米 动力的输出在这辆车上 被调教的非常的舒缓 不焦不燥 在中高速再加速的情况下 你也可以感觉到源源不断的动力 探险者的底盘给人感觉非常的整 它是那种偏向舒适的调教 无论是细碎的小颠簸还是大的震动 它都能给车内的乘客提供非常好的舒适感 它的悬架下摆臂采用了铝合金的材质 减轻了50%的黄下质量 可以让悬架的响应更快 风上摆虽然是探险者全系的最低配 但是它也标配了自动远光灯控制 前排双层隔音玻璃 后排隐私玻璃 自动驻车 电动后备箱门 无钥匙进入后排独立空调 空调的智能新风系统 PM2.5高效活性炭过滤器 前后排贯穿式侧气帘 西部气囊 驾驶员疲劳监测等等 能给家庭用车提升温馨舒适安全感的配置 SYNC家系统拥有百度地图 QQ音乐 爱奇艺视频 喜马拉雅 FM等等在线的功能 语音时别的支持 控制多媒体 电话 导航和空调 Colpilot360系统能够达到L2级别的自动驾驶 可以实现全速段自信巡航 车道保持辅助 盲区监测 紧急转向辅助 防碰撞预警 智能感应自动保护 倒车车侧报警等等一整套驾驶辅助功能 无论是家中哪一位成员在驾驶 探险者都可以给家人带来更好的保护 如此丰富的标准配置可以说是入门技高配 空间大 好开 配置丰富 探险者可以让用户带着一家人舒适 温馨的享受家的亲密 温暖 作为福特品牌的实力标杆 以及SOV的旗舰产品 探险者的到来为长安福特填补了中大型SOV细分市场的空白 长安福特的SOV产品现在变得更加完整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